三藩市、專家及衛生官員就解除口罩令答疑 加州強制口罩令已於2月15日結束 所有已接種疫苗的人士自願選擇 是否在室內的公共場所和辦公室佩戴口罩 三藩市府雖然跟隨州府的腳步 放寬了口罩的限制令 但對於市府的所有員工 以及市府營運的設施而言 口罩令依然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口罩解除令的頒布是基於以下幾個指標的改善 陽性病例的減少、轉率的下降 以及疫苗接種率的提升 好了,大家應該都很關注 也很開心見到 現在我們7月平均的個案是一路滑落 滑落到更好過一年前 一年前我們是有373宗 現在是降到348宗 不久以前我們最高峰期是2390宗 其實基本上滑落得十分好 三藩市亞裔接種加強增比率高達70% 全市的新冠病毒陽性案例 由1月平均每天新增2390例 到2月飛速下降至每天低於350例 住院人數也有滑落趨勢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一些場所依然需要佩戴口罩 例如公共交通上、學校和醫院、護理機構、無家可歸者收容所等 此外企業主和商業東主都可以要求自己的員工佩戴口罩 對於放寬口罩領口參與大型活動 例如在Trace Center入場看球 那是否需要佩戴口罩呢? 對於這個問題 三藩市遠景辦公室公共關係主任 吳藝回答道 灣區衛生官員強烈建議繼續佩戴口罩 作為防止病毒傳播的有效工具 特別是在住院率很高或擁擠通風不良的室內場所 佩戴口罩依然是最安全的選擇 並且可以保護弱勢群體和無法接種疫苗的人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